2022年清明节 面对白宫 对话拜登总统和国会山的参众议员们 我提出了现在正在进行的两场现代战争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威胁 与反威胁的惩罚性战争 和没有硝烟的中国反分裂认知作战 一场战争是发生在欧洲 就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战争 那么乌克兰是一个代理人的战争 在乌克兰的土地上进行这场战争 实际上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北约和美国作为定的调子 就叫做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 对对对 对于俄罗斯来讲 俄罗斯认为是北约五次 从两方面讲 站在俄罗斯的角上叫做惩罚性战争 初中来讲 并不是想把乌克兰消灭 只是想抑制它北约东克的步伐 那么这个公说公有理了 最后解释问题是实力说话 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战争来讲 是政治不能解决的一个特殊的政治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俄罗斯呢 我们今天不去评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的性质 我们关注的是另外一场潜在的战争 就是已经打了七十多年的中国的中华民国的内战 中华民国的内战是怎么样引起来的 我们要从1947年 这个美国呀 从特朗普的罗斯福总统开始 就在反法西战争当中 就特别重视美国扶持中国 成为一个大国 想要扶持成为一个大国 能够将来在制衡这个世界平衡当中 由美国 苏联 还有英国 中国 这四个大国作为四个警察 因为大国之间要搞平衡 大国之间呢 就是搞一个相对的制衡 所以呢 苏联斯大林呢 是不同意把中国 因为把中国列为四大警察 就是安理会的成员国 他认为中国太弱了 因为中国在现代化的当中呢 跟这个美国、英国、俄罗斯 有一定的差距 日本啊、德国 跟这个现代化有差距 所以不愿意中国加入 这个 成为这个被选为 那个 安理会的成员国 英国也是这样的 也是抱着一种歧视中国的态度 他认为 特别是蒋介石 这个抗战八年当中呢 打得漂亮的仗不多 就显示出中国这个战斗力啊 这个武器啊 太落后了 所以 只有 在世界 在二反法西式战斗当中 只有美国 特别是罗斯福总统 特别重视 中国的反法西式的力量 他不仅仅是 看重的是 蒋介石 这个国民政府 他很重要的 花了很大的一个精力 是注意和观察 了解 调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八路军和新市军 这个反法西式的 在这个 反法西式战斗当中的作用 以及 和苏联的关系 我们说 在相对来讲呢 啊 中国共产党对 罗斯福总统 啊 也是非常 啊 这个这个 这个关照 是非常抱以好感的 而且 嗯 那个 这个 这个 红 红 红 照耀 中国 嗯 这个就是 呃 斯诺 还有那个 这个这个 一些美国的 战地记者 啊 不断地来 中国 这个 作为 美国 作为 罗斯福的特使 来调 美国是很 目视 来调查 这个 这个 中国的情况 也了解 非常了解 蒋介石 所统治的 国民政府的 呃 内部的情况 结构啊 权力啊 腐败啊 啊 斗争啊 啊 这个 都非常了解 相反 他认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呢 是一支能够 啊 有纪律 能够打仗的一个军队 就是一个 太落后了 武器的装备太落后了 有这么一个印象 不幸的是啊 那个1945年4月12号 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在去世之后呢 大家才感觉到 啊 这个人的这个伟大 啊 罗斯福总统的伟大和 不可 不可替代啊 就没有一个再一个 像罗斯福这样的人 再 再能够啊 再能够那个 出现在美国 那么后来呢 后来的 副总统呢 就是杜勒斯的 杜勒文总统呢 啊 虽然也在 啊 战略上 在完成 罗斯福的 这个这个 这个 没有完成的事情 啊 但是比起 罗斯福本人处理这些 国际事务啊 处理中国事务来讲呢 就更加有些 有些倾向 就更加倾向于 蒋介石的 国民政府 所以呢 就 就派了特使 赫尔利 啊 来来中国呢 啊 制止 国共内战 同时呢 又在 用那个 美国的装备武装呢 国民 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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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政府的军队了 就是国民党的军队 立场 这个 当时这个 在日本投降的时候 国民党的军队 主要在西南方向 远远 中国的远征军啊 还有 这个这个 那个 还有一些 部队 部队都在西南 大大后方 包括四川啊 昆明啊 云南啊 这些 这些 这些地方 而这个是要收复 这个 这个 收复敌后啊 其实收复 日本占领的土地呢 是八路军和 其子军呢 就比较 比较近一点 因为他们 叫做敌后武功队嘛 敌后武装嘛 就是在敌人内部 在做这个战斗的时候 包括东北 三省 都是中国 说共产党的军队要快一些 这个时候 就利用那个重新谈判 来拖延时间 跟美国的飞机 用 把国民党的军队呢 运到这个 不是针对 任何特定的一方 有些人 断章取义的 予以解释 是不正确的 而最关键的是 中方的立场 保持一贯性 没有改变 来拖延 这个 这个 调兵遣将 这个收复日本 日本 日本占领的城市 所以呢 就后来就 1947年呢 就签订了双十 经过了长时间的 边打边谈 签订了双十条约 双十条约不久 就成立了 1947年就成立了 临时国大 自宪国大 自宪国大 就制定了 中华民国宪法 当中就 提出了 一党专政 国民党 要国家 军队国家化 有责任的看法 这是中国的一个情况 美国的情况呢 美国在 致力于联合国 这个建设 联合国呢 危机的基本主张 那就是 致力于 必须 首先 收复 拿出 管理 接管 这个日本 还处理这些事情 这个 确实是美国 当中的事情 也很多 否则就要面对 后果 等等 对于这种威胁 中方以原则性的立场 必须回应 那就是反对制裁 因为 提出了 要利用联合国这个工具 国际的 国际这个 大家庭这个工具 这个主权国家的工具 而且我觉得 美国气势汹汹而来 在联合国宪章的签字仪式上 所做的那个 讲话 精神是非常的好 他说了 联合国宪章是一个坚固的基础 在它上面是可以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个宪章 这个宪章随着时间的前进 将获得发展的更好 没有人承认 它是一个最终完整的一个 完整无缺的一个工具 它不是让人 让人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做出来的 改变这个世界的情况 将需要进行 不断的进行一些调整 根据具体情况 这讲的都很好 但是呢 为了世界和平和避免战争 签订了这么一个推动人类进步 建立这么一个联合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组织 协调的一个组织 这是一个伟大的工具 现在世界必须使用这个工具 如果不使用这个工具 我们就辜负了那些 为了这个联合国 为了这个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做出牺牲的那些 现出生命的人 包括罗斯福总统和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死去的平民和军人 以及经过了战争磨练的这些政府 如果我们打算自私自利的使用这个工具 或者是按照一小撮一个国家或者一小撮国家的利益 那将同样的犯了被信其义的罪行 成功的使用这个工具 需要创造这个工具的各个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 以坚强的信心 决心 要求我们大家奉献自己道义上的全部力量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 我原来没有想到 这个话这个这个话的宗旨 实际上是特别强调了 这个这个罗斯福最后临终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如果我们我们唯一害怕的是害怕本身 他最后第二在临终前 最后一天呢 他用手洗着了 我们现在的最恐惧的事情 是我们对今天发展的迟疑 不敢往前走了 我们现在要与坚强的决心呢 看着就是登高望远 奋勇前进 这个这个杜伦那个总统的讲话的 最后这个这个意思 也是表达了罗斯福总统的一个决心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清零期间啊 我们纪念罗斯福总统 感觉到心情特别沉重 作为我 一个二战老兵的儿子 我的父亲呢 在罗斯福去世之后呢 代表着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的加尔哥达 这个追导罗斯福总统的纪念 追导会上发表了一个 我们唯一害怕的 是害怕本身这个一个主题 主题 主题 致辞 致辞 不是一个演讲 就是一个致辞 但是呢 这件事情本身 作为我作为 我 二战老兵的一个 而第二代 我感觉到很荣幸 我感觉到很荣幸 父亲能有在 去代表这个国军讲话 在加尔哥达讲话 当然了 还有分布各地的那个讲话 那都不一样 但是加尔哥达 它代表着这个中国的 在加尔哥达这个城市 这个地区 这个战场上 代表着这个 中国远征军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肯定 至少来讲 当时来讲 呃 远征军对他 呃 对父亲 对我父亲的贡献 是加于肯定了的 嗯 而我正是因为 有了父亲这样的一个 啊 这么一个 一个举措 我就对罗斯福总统 格外的尊敬 因为 我们都是罗斯福总统的学生 同时我们也是 中美合作的受益者 我们也是美国人民 美国政府 美国民主党 共和党 等等 这个学生 啊 美国在 虽然是很年轻 但是呢 从建国以后呢 出现了 这个 这个 华盛顿中 George Washington 啊 President 然后这个 能够做出 对出连任制 这么一个 伟大的举措 这对中国今天的影响 是非常有 啊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啊 就是 这个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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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治国家 走向法治国家 这么一个必须的 有一个这么一个 民主共和制 就是 我们不要过分的相信 把集中的力量 那个 这个 精力 和过多信任资源 投资到一个人投资他 或者是 制造一个 制造一个领袖 制造一个总统 他不让你讲 啊 在美国的印象当中 总统 总是不可靠的 啊 总是 虽然有很大的权力 但是权力也会使 总统犯很多的错误 也会走向反面 就是这样 一个总统 他也需要 啊 很多人 人民来进行帮助 啊 监督 和提出一些 宝贵的建议 所以 孙中山呢 就提出了一个 要让四万万人民做皇帝 这个皇帝的概念 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 包括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 啊 蒋介石 毛泽东 这都有或多或少的人质的思想 这个人质的思想 和民主的思想 在本质上来讲 是有差距的 是 是两个是需要改进的 嗯 为什么说 一个人的局限 一个党 一个人 他会在那里 有一定局限性 我们今天来看 提出台湾问题 这就看出来 让他也无话可说 在会谈结束之后 美国白宫 发表了一份情况通报 关于美国要求中国 不要支持俄罗斯的问题 情况通报当中 说了一句话 说 拜登总统在会谈当中 列出了 中国可能要面对的后果 云云 由此可见 拜登在这次会谈当中 确实是没有得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第五点 也最后一点 我想说的 就是美国这次 碰了软钉子 不会就此罢休的 未来一个时期 美国还要在这个问题上 大做文章 甚至有可能通过 某些行动 给中国压力 下个星期 拜登将前往 比利时首都 布鲁萨尔 出席北约 特别收到会议 极有可能 把欧盟国家 拉到一起 共同的 对中国施压 甚至不惜 再次破坏 中国关系 因此 昨天晚上的 这次视频会晤 只是中美之间 斗智斗勇的 相应的 意识形态的局限 包括美国 欧洲 这个俄罗斯 中国 台湾 和中国大陆 我们跟未来的是 人们比较起来的 我们是有差距的 所以 这是为什么 只有在人类 在发展进步的 社会实践当中 检验真理 这才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而我们不能把 一个人的说话 他的一个人的预言 作为一个 衡量真理 一个标准的 一个依据 这就是我们 从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革命 中国的社会 里面建设 还有美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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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宪政 所走过的道路 所看出来的问题 这是国家建设 我们 这一搞 我是搞 那个 学数学的 然后从事 计算机 辅助设计 就是IT行业 后来又 又在美国 美国跟美国合资 就是APCI这个公司 就空气制品和化工产品 这个公司合作 读资以后 在那里做总经理助理之后 我又学习了美国的现代管理的经验 现在管理的经验 也是法治精神 就是程序管理 制度管理 所以 所以呢 这个 所以呢 我们在 这个 就是说 中国的私营企业 国有企业 还有民营企业 这个 进行比较之后 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 比较之后 我们得出了之后 我们现在 整个世界来说 都还是处于摸索的 这个 混杂的一个 资本主义 靠市场来决定的 和靠计划的经济来决定的 这个是两个都缺一不合 都要 既要有计划经济的 看得见的时候 还要有看不见的 就是市场经济调节的 看不见的时候 各个国家都一样 所以 各个国家都是一国两制 这个一国两制来讲 不是什么新鲜的 这是邓长平提出来的 而是各个国家 近满年来都是存在的 就连封建社会 它也有官营的经济 也有政府的经济 也是一国两制 但是我们今天 在讨论的问题是 现在是解决台湾问题 解决中国统一问题 解决是避免战争的问题 我们怎么来考虑 我们认知 我们看出 原来对这个 就是包括 在俄罗斯这个今年以前 就是在爆发俄乌冲突 这个战争以前 我们对战争的认识 还是比较遥远的 是隔着望远镜来看战争 是要利用书本上来 回忆战争 而我们现在 是基本上是 虽然没有到战场子去 但是基本上是在 把握着 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脉搏 看着他们 在各个步骤的举措 因为这场战争 不是一个国家 和俄罗斯和乌克兰 单纯两个国家的战争 而是一种世界大战 是两个体系之间的大战 是两个阵营 不是两个阵营了 是两个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一个战争 一个北约东扩 想用集体的力量来 遏制我这是一个大国 一个大国 避免的 威胁也好 强权 强权政治也好 就霸权也好 总之是这么一个角力 这个角力到了一定程度上 不信任 由于不信任 由于军事的武装党冲突 这个部署 这个军事部署 到了不可调和的状态 就爆发了战争 这场战争是早晚要来的 就像默克尔说的 如果默克尔在当着 北西二线的时候 就融大了乌克兰 给美国一个乱钉子 让他也无话可说 在会谈结束之后 美国白宫发表了一个情况 通道关于美国要求中国 不要支持俄罗斯的问题 情况通报当中 只说了一句话 说拜登总统在会谈当中 列出了中国可能要面对的后果 由此可见 拜登在这次会谈当中 确实是没有得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第五点 也最后一点我想说的 就是美国这次碰了软钉子 不会就此罢休的 未来一个时期 美国还要在这个问题上 大做文章 甚至有可能通过某些行动 给中国压力 下个星期 拜登将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萨 出席北约特别收藏会议 极有可能把欧盟国家 拉到一起 共同的对中国施压 甚至不惜再次破坏中国关系 因此 不要这样的 含用固定的模式 冷战的思维模式 来看待今天的世界 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 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今天的问题 我们就会再次落落 冷战期间 再次落落 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战争 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 这个强国和几个国家联合一起的世界大战 而现在的世界大战 是现在的战争 伤亡的人数要比原来的多得多 更加惨烈得多 所以为了避免战争 我们可以在制定决策的人们 或者走向成功 和平发展的道路 或者走向 像乌克兰这样的军事冲突 这样一个道路 最明显的风口浪尖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台海问题 台海战争是一个 台海战争 也可以叫两岸国内 中华民国的国内战争 这个战争不是 在2027年 也不是在100年 而是现在一直就没有停过 这场战争从1947年开始打内战 叫做人民解放战争 叫人民来推翻 这场战争是代表的中华民国这个政权 这个战争到现在还在进行使 我们说 为什么说是现在来讲 中华民国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呢 就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直到1971年以后 现在联合国大会决定 通过了一个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认知 两岸是不一样的 中华民国蒋介石的代表 他认为他是正宗的 就是正宗的代表中华民国的一个政统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是毛泽东这个代表 或者是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这个三个代表也好 是科学发展官也好 习近平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战略也好 都是代表的 从中国大陆这个方面 275还有结议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是代表中国 中国其实说穿了 通过这个现象看本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但是认知呢 就差点一步 一步之谣啊 一步之差 就是 真理卖国的 差了一步 没到位一步 就成了六误 就是我们在检验真理 往往都知道这个 在科学的问题上 来不得半点虚假 为什么联合国宪章 中国注册的国民是十个代表 当时是罗斯福主张的 中国国共一定要 国共代表 包括共产党的代表和民主人士的代表 共同组成的联合国签字代表站 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现场签字仪式 中国是第一个签字的联合国成员国 创始会员国 董必武又是在这个会上 明确在这个联合国宪章签字大会上 说我代表中国 包括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 这个总比武参加联合国宪章的签字仪式的 委任状是蒋介石签发的 中华民国 参加联合国宪章 十人小组 所以中国共产党 是参加联合国宪章的代表之一 所以说有这么叫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国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这么一个合法的地位 这个话是这么 每一个字都在包含着有意思 谁代表 当时是中共的最高代表董必武 代表的是中国是哪一个中国 具体是哪个这么的 准确的中华民国 而不是大清王国 大清王国也叫中国 也不是大唐王国 大汉王国 按照那么说延续的话 那中国的名字都老了 三皇五帝 延皇子孙 那都叫中国 所以我们要注意 你在联合国上注册的是什么国名 你比如说你叫蔡英文 你不能叫李登辉的秘书 这也是一个名称 这两个名称 蔡英文才是你的真正名称 所以蔡英文你作为一个法学的博士 你这个概念不清楚 搞不清楚中华民国宪政 你四个坚持 你四个坚持是四个坚持台独路线 你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省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华民国的全部主权 所以你的博士论是完全不及格 你不够这个博士资格 你连我这个门外汉 一个数学工作者 这法律知识都不如 你这四个坚持 互不隶属 你不隶属中华民国吗 你不尊重中华民国宪政吗 中华民国宪政就是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 你不可以分裂 你要分裂要通过全体中华民国的国民大会 通过才可以 你不是隶属中华民国宪法 你按照宪法才能建立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它不是 它的依据产生是从宪法当中产生出来的 这个宪法给你的政府的权利你才有 没有给你授予你的分裂中华民国宪法的权利 你就没有 你要有 你就是搞分裂 你就是国家的罪行 你就背信起义的罪行 你就违反了宪政和宪法 有宪法没有宪政没有民主宪政 美不去遵守这个宪法 那你同样犯了一个背信起义 这个反民主 反人类 反反法治 这个价值观的一个荒谬 你宣言是分裂国家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在制造台海紧张 制造台海战争 因为现在在处于战争 你这样的宣布互不隶属 不服务宪法 还有这个 你把自己的 把这个 职路为马 你认为你自己搞的是宪政 你搞的是乱政 所以说 你这个 所以 另外呢 你还说 两岸要对等政府对政府谈话 该人们的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 美国在签订 跟台湾关系法 在中美建交的时候 卡特总统就坚决的把台湾那个代表 那个驻美代表叫夏公权 就告诉他 你这个GRC是什么意思 台湾不是政府 美国和台湾政府没有联系 是跟台湾人民之间的 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non-officer non-officer non-carrant 就是不是政府 你是非政府组织 那是省 那是地方的代表 这个叫 地方 台湾是被中华民国征服了的一个省 Pervic 就叫征服了的省 所以说 蔡英文 你的法律概念 不及格 不及格 所以难怪你这些 全民共讨治 就证明你 你到老了 你现在到老了 你也不知道你错在哪里的地方 这是你的一意孤行 又想当表子 又想立牌法 这是你一生 一生 遗传下来的 这个 这种 偷梁换住 破国殃民的一个细胞 DNA 所以 你有这样的DNA 这个害了自己 不说 害了家庭 害了 害了整个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民 你把这两千三百万人民 误入歧途 让现在是台湾在和大陆在进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认知战争 叫做政治战争 政治战争在最高手段就是武力统一 我们说完台湾 这个四个坚持 每一条条都是反对 犯了反分辨国家法的一个宪法 但是中国 我就怀疑 为什么中国大陆政府 没有反驳 没有反驳 蔡英文这种四个坚持 台国刚领这个批判 也没有批判这个路线下呢 你政治战争在舆论上 你没有占领舆议导和教化的工作 你才犯了这个 迟迟不能解决 台湾人也不相信你这个大陆的民主 也不相信你这个大陆的有法治 所以也相信 不相信跟你互不利 就变成了一个 你一看当中的一个 坚持自己这个 这个理论上来讲 就变成了两套 各说各话的一个 丫头鸡港 丫头鸡港 这么这么两套这个 自言其说的各自表述 你为什么中国大陆不利用这个 啊 法律上的知识 法律上的概念来解释 什么是中华民国 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 1949年 成立这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 犯了一个错误 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现在已经到现在 就是说改了国号 这是为什么改革化呢 是因为当时希望能够跟国民党的政府能够有所区隔 白马飞马嘛 这个叫功臣认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白 它是一个新中国 它不是过去的旧中国 就是希望能够跟蒋介石这个 啊 一党专政的能够有所区别 国民党和共产党有所区别 这么一区别 但是性子没有讲清楚 是成立一个新政府 就改革的 new government 不是一个new nation 不是country 所以毛泽东在这个新中国成立的宣誓上讲的话是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政府成立了 这个话就对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新国号 不是一个新国民 不是在雷克国现账上注册的国民 它是代表 就像俄罗斯和 俄罗斯在雷克国注册的原注册单位叫苏联 苏联是苏联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它现在叫俄罗斯 这个等于俄罗斯是一个国号 苏联是原来在联合国注册的国民 那么现在恢复联邦 原来呢 这三个代表 乌克兰 白俄罗斯和苏联 俄罗斯 这个三个代表 就是代表这个苏联 这是当时的用战 现在是 乌克兰分出来了 俄罗斯也分出来了 白俄罗斯也分出来了 这三家当中 现在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还是认为自己是一家人 乌克兰现在在自己 把自己都搞了个独立 就想分裂出来 我不是跟你讲 我要加入北约 这就像台湾一样 台湾蔡英文 李登贵一样 中华民国在台湾 然后乌克兰在基辅 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台湾没有完成的就是 他没有进入联合国 因为在联合国当中呢 留了一个习位 就叫中华民国这个国民 他不加入永远 无论怎么样的变 才因为无论再怎么变 再过一百代 千九万代 台湾也加入不了联合国 所以他死无上身之地 台湾呢 死无上身之地 这是个认知的 认知不到位啊 所以就要搞台湾 搞 或者这个李登贵 这个黄民黄子啊 这个 这种认知啊 叫做 李登贵是搞农业的 小农经济 封建社会 就封块地 我称个王 就像韩信 我打下个山东 我自己称个王 叫七蛙 这个 这个就是 小农经济的思想 李登贵呢 就是一个黄民思想 小农经济的思想 而台湾呢 大多数人 还是在这封建的一种思想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这就是封建思想嘛 如果地方民粹 我台湾 我原住民组织 这就是地方事情 这个民粹嘛 美国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是中国这个 原来的私有打仗的时候 东都扶桑 然后中原大败 逐渡中原以后 逃到这个 过了这个白岭海峡 然后跨过这个 跨进北美 南美 这是印第安人的老祖宗在亚洲 而到了 西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哥伦布 这个 还有那个 葡萄牙和西班牙 这个 发现 那个 这个 发现新大陆的时候 对 对这些原住民的落后 保守 还有这个文化呢 就采取了镇压和屠杀 他们怎么不说原住民 那个现在 那个时候没有人保护原住民 包括南北战争的时候 啊 谢尔曼就说 印第 印第 印第人磕头 告诉他我们投降 投降的资格都没有 啊 死亡是最好的投降 这就是 谢尔曼 美国大 那个 里根手下的大将军 谢尔曼那个 大将军 那个话 是吧 死路一条 就是你最好的结局 那么现在 你台独 搞台独 死路一条 这是最好的下场 进行反省呢 啊 那个 亲爱的拜登总统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做一个中间裁判 我定的规矩就是这个规矩 你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啊 是一个PROVINCE 这被征服的一个省 就被中华民 征服 按照 按照 亚尔塔协议 啊 不是 按照那个开罗协议 和博士党的公告 那你 日本人必须把台湾和澎湖 那个这个 猎岛 还有满洲 给归还给中华民国 所以你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 你不是中华民国的全部领土啊 中华民国的领土 中华民国的领土 即使你全部回来啊 中国也不可以 中华民国也不可以改变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注册的版图 那还有 俄罗斯还占了一大片来 俄罗斯 普京说这一片土地早晚要还给中国的 所以这个 中国完全统一啊 现在万里长城只走了 一小步 一滴一滴一滴 就把香港和澳门收回来了 台湾必须收回来 这叫什么战争呢 这个叫做 没有硝烟的认知战争 再说大一点 叫做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如果爆发战争 就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不能靠台湾的国军啊 你打得过也行 你那个台湾的国军你把中国大陆解放了也可以 那你你既然只有一个国家 国家主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华民国这个主权 你如果你不补充 那么就要被征服 就是凯特大帝说的就要征服你 那么就征服 谁给征服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一不容辞 就征服 邓小平说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那何欣宁 女虎谋皮 丫头鸡 丫头鸡 我给你画一块地 这就跟韩信 那个刘邦和韩信讲话一样 啊 除患 除那个 那个 富人之人 啊 包括那个国台办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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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人叫朱凤莲讲的 我们是有耐心的 我们愿意最大的诚意 啊 尽最大的努力 啊 实现足够融合发展 啊 融合发展干什么 融合发展四四十多年 啊 台湾人在融合上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嗯 啊 这走到是完全相反的路 南沿北辙 你和平就知道 和平分裂 一个代名词 啊 所以 这种呢 这种制定的制度解决 呃 习近平是制定的叫习非城市 对待这个习近平新时期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 所以 立足点是在是战争以后 他没有立足在这个战争之上 因为现在你的你的基础就是一个沙滩上的一个基础 你什么是真正的战争的 战争没有结束战争的基础是什么 啊 战争结束战争的方法有两个 停战 要么签订有条件的协议 要么签订无条件投降的协议 先提醒俄罗斯和乌克兰 你现在在打打谈谈谈谈谈打打 现在中国这个阶段和台湾这个阶段就是 啊 垃圾战打打谈谈谈谈打打 啊 所以一直没有签订和平协议 那么一直没有战争 一直没有结束啊 习近平这样的去和 按照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也没有结束战争 啊 没有 只不过是用猫儿盖死啊 啊 把这个掩盖起来 把这个 这个 这个敌我矛盾给掩盖起来了 必定会 到了一定时候啊 共产党内部出现分裂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啊 啊 死灰复燃 啊 反攻大陆 推翻这个这个 这个现在的中华民国代表 中华民国的这种政权 啊 这叫反清复明嘛 就是这么一个同样的一个政权更迭 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什么七星也伯伯 这个这个这个 呃 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分酒必合和喝酒必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不能够冷静的用变动 没有按照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按照人质 按照我们从 树立这么一个人质的标准 中国这个树立人质的标准是根深蒂固的 儒家是儒家那个君君臣臣夫妇之子 儒家文化啊 给你灌输的本质 给灌输这个本质 所以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就是人事自信 就是盲目的制造人的自信 这个是来讲 按照现在量是落后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呢 要认知 这也是中国大陆 十四亿 十三亿同胞在认知上的差距 这个问题也要解决 因为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虽然我们看到了这个 现在的时代的啊 这个建设的繁荣 这个是暂时的 根本的矛盾还需要 提升那个民族法治的认识 这个制度 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 你凭什么会台政策 你凭什么用金钱来收买 你金钱能够收买的东西都不是事 金钱收买的东西 你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 你就永远得不到 你金钱也买 你金钱的 你虽然能够买回来一些土地 但是在法律上 这个主权 你记得我拿一个使用权 我不是主权哎 你主权不能让渡的人 你不能分裂的人 所以你分裂的主权 你就会这个国家就会出现 内部就会裂痕 就兄弟肖强也好 这个这个 即使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 都是斯拉夫人 最后来讲 这个 自相残杀 血肉 血肉相残 骨肉骨肉相残 就是 歷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所以 和 这个 我们跟美国应该也是一家亲的 因为美国的原住民就是中国人的 所以 你为什么不说中美一家亲呢 我觉得中美 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感情 比有些自己家人都 培养了中国的学生 培养了帮助中国的现代化 这个问题 我觉得 不管是哪个国家 包括俄罗斯也对中国有贡献 我们都应该感恩 都心怀感恩至心 不要用这种DNA 这种血缘关系来 把自己民粹化 把一个民族 变成了本民族的利益至高无上 本国家本民族的利益至高无上 而忘记了整个 大 就是我们叫大和民族也好 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 你应该走这个 胸怀更大一点 这个才是一个世界观 一个大同观 一个共和观 一个民主观 民主也是 民主也好 共和也好 共产党也好 都有两面性 你恰恰把右的一方面 和左的一方面 走向了两个极端 邓小平和毛泽东就说 这个 这个 不能够化精而至 而现在呢 那个那个 现在邓小平呢 就是化海而至 搞的一国两制 就是化海而至 对吧 化地为牢 对吧 你香港这块 你可以搞自民主义 你搞来搞去 搞到最后 你自己这个 你没有统一的领导 没有 没有国家的认同 没有 没有爱国主义教育 这种教育本身 就是让你培养出的一种 跟你自己离心离德 混道扬镳的一种 一种意识形态 这个存在 这个就是一个 最后 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而不是培养一个 世界的一个 有世界 大循环的一个 大国的一个 国民 大国的公民 什么叫公民啊 为了citizen 对吧 所以 美国这种 培养一种 公民意识 这个 比中国做得好 这个世界 不管来自各个国家 到了美国 就是美国人 深圳人呢 培养的一个 概念也是的 你不管是全国各地 哪里人 到了深圳就是深圳人 这个 因为这个概念 才是一个新的概念 啊 我地方概念 要服务 我都是中国人 对吧 你何止是大家都 这有一个 谁 能者为师 不要去分那个地 小农经济 才有这个 中华民国在大陆 中华民国在台湾 这就好像 你一直散开你呢 我这是四川人 你把这个 人都分成一个地 按照地域来区分 这个国家 就变成了 退回到封建社会 退回到哪个部落时代了 对不对 历史就是倒退了 这种思想就是 落后的小农意识 对吧 小农经济思想 偏向小农的小农经济 这个地块是我的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这个呢 就是中国的一个略根性 文化的略根性 就是小农经济的略根性 封建思想 中华人民国 八二宪法说 1911年 孙正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满清 封建的地质 创立了中华民国 但是 中华民国的反对 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还没有完成 对吧 从一开始 袁世凯登基 就是个恢复 中华民国就是 在搞这个封建的 那个 布匹 然后呢 出来的 走马东 甚至走了这么多的 中华民国的总统 出来了 直到最后 蒋介石统计了中国 对吧 然后又 军阀混战 然后又出了个共产党 对吧 抗云战争中又合作 从那个心灵自我开始表演 然后从湖南共和国 一直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都是一个 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分有必合 合有必分 这么一个演变 这个 变化是正常的 而认知呢 是不 是 我们的认知呢 如果不能够赶上这个 这个时代变化 这实践 我们就在实践当中 就会失败 经过失败 重新认识的这个 一个中国的 这个 人民解放战争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重新认识 这个叫认知战争 没有萧严论战争 你认识了 你就不会制定那种 任敌为友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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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顾其词 出卖主权 这个 对这个 这个 蔡英文这种 这种 四个坚持 不闻不问 清而认识的 古往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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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 反正在西非城市 所以 在意识形态方面 我们中国搞的 最顽固的一个阶段 行左行右 行左行右 教条主义 这个就叫做行右上学 这个就叫做行右上学 史大林时代就靠 一个 苏联 为什么共产党 为什么后来解体 就是因为搞的行右上学 搞的极端 一个极端 行右上学 最后都是要走向极端 现在台东也在走向极端 台东就是在分中必反 对吧 这个就是极端嘛 一无抗统 一无谋独 一央昧日 这个谋独 这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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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什么 所以一念之差呀 举手之捞 就可以写明照片 亲爱的拜登总统 你现在面临的三大任务 第一抗疫抗击疫情 从疫情当中走出来 会赶紧恢复生产 进入这个国家那个正常化 第二 对吧 就是拼经济 搞好基础建设 这个这个就搞好基础建设 特别是新基础建设 美国在这方面 确实是忙于打仗 这个几十年来 从七十年来 一直打到世界上 打了多少仗啊 对吧 美国的基础建设 现在的基础建设 都是当时 几个过去几十年以前 搞的一个基础建设的 一个一个留下来的一个遗产 这种共产主义思想 这个美国太伟大了 你们自己的家里的事情不管 就管着世界的保姓 就管着世界的保姓 世界的这个什么 你要管 管出个名堂来也好 没有人的 没有人感谢你 对吧 除了几个小的小的楼 像台湾这样的 无家可归的 就是这样的 把你奉为这个救世主 其他的 立陶宛 你看 信奉你的人 信奉美国这些 都这些 我们说不是说发展中国家 就是那些啊 主权不独立 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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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谁都不理的 那些 那些 谋反的人 是吧 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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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自己独立称房的人 又又 又找不了 就拉大去做虎皮 你美国要有知智之明 知道自己是在被利用 被这种小国的利用 被这种小的地方的一些 一些派系的小岛也好 小什么的 所利用 所以大国之间啊 这个格局和平衡 是最重要的 未来世界稳定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说 新三角形 过去的三角形是 过去的四边形 四角形 英国 那个 英国 那个 俄罗斯 美国 中国 后来就变成了 英国 法国 现在的德国 欧盟 对待这个 这个 俄罗斯 和中国 这样的形成 五角形 五边形 但最后 实际上 我们解这个 多元 偏培的方程 实际上是把多元 降维 降维 降维呢 降到结果就是三维 降到三维 就有办法可以解了 降到三维之后 还有一个 两维 变成寄托 这个寄托 你要搞 知道这长远的目标 是寄托 美国 这就相信了 我未来美国发展 一定要和中国搞好关系 你有了这个寄托 这个数学概念 两边之河大于第三边 你只要中美合作的 顺畅了 那么怎么合作呢 合作必须要进化 必须坚持一个规矩 这个规矩 就是联合国的规矩 然后水北杯的规矩 就必然会惩罚和暴躲 一暴还一暴 这就是合作的规矩 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就是因为是逼急了 这不是因为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的矛盾 而是自家人的矛盾 他这个不是侵略和反击 是你逼急的把他 人逼急了 这个 全都就是真理 这不是说小国 你小国 你拉大提做护萍 你就能够随便 新加坡这样子很乖巧 他是个小国 但是他 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和立场 他不是去围着这个小国 他拼命的去扩大 捞到自己的既得利益 拼命的去追逐自己的 台湾就是拼命的追逐自己 得不到的利益 所以台湾这个现在的兵凶善围 是自己 自作孽不可活 台独和独台是没有生存的空间 在历史上 在中国历史上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 没有生存的空间 在蒋介石那时候也是要打的 所以 能够提醒 给能够提醒 台湾 人民知道的 大陆人说了 台湾人听不进去 只有美国人说了 拜登总统说了 特朗普总统说了 从心 重生 四不以五意 挨着 好好地跟他讲清楚 不支持台独 就是反对台独 因为台独 禅言断壁 血流成河 妻离止善 家破人亡 所有的坚持台湾 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的人 都会遭到歼灭性打击 而不是留下来 不是将来后世的英雄 不是将来民族 谁哪一个人还纪念你 因为你是失败者 因为你是历史 朝着而动的失败者 就像现在很多乌克兰人 亚述营也好 你搞纳粹也好 你搞恐怖活动也好 你最后的下场就是灭亡 你不投降就灭亡 你投降了 经过了通常洗脑 那么整个台湾不能够按照 现在想象的是 邓小平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就是台湾将来 有台湾人来管理台湾 你大陆人 这中央政府是干什么的 你如果按照这种 去中国化那个教育 就发展着 还有民粹教育 反中抗中教育 这样是台湾人搞 最后就搞出两个中国来 你统一了还会搞出分裂来 所以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实践证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 总体思想心情也好 但是依靠着对象错了 结构错了 所以台湾发展之权超出在我 则行 中华民族振兴 超出在台独手里 超出在国民党手里 超出在民进党手里 则亡 他曾经和你 搞这个勾心斗角的 尔虞我诈的斗争 这还不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 这个之间的 他没有国家这个争论 对吧 主权的争论 因为这 因为这种 one nation indivisible 一个国家 这个nation是不可以分裂的 邓小平不懂这个道理 那么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你为什么还要允许他一国两制呢 一国两制实际上是搞得一个自权分裂 而不是一个管理权 你中央的权力在哪里 不作为 你就违反了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职权法 你国家主席不能够完成国家统一 中央军委主义不能带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那你叫失职 无能 述手无策 获国殃民 说这绝不是美人耸听 所以大家在质疑 这个 你能不能够连任第三届 就像 就像 罗斯福能不能够在连任第三届 他要是在战争情况下 因为在战争维持战争的稳定 你现在战争的根本就打了个糊涂仗 泥巴仗 你都不知道认知自己是 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你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你还在搞的一中个表九二共识 九二就没有共识 他的个表 个表就是两个中国嘛 你包括你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 你这个认知就不一样 你怎么能够去让台湾人认同你呢 所以根本问题 这个矛盾在于自己认知上 就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自己的认知不到位 不够准确 不确定 你只有你认知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这延续 因为你没把中华民国消掉嘛 你也需要被从嘛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写成 他的历史任务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 你还要不要把它分成一国家几块 李仁慧就要说分成九块 对吧 你那个九州嘛 就要分成九 中华九州就分成九块 然后把台湾分成一块 西藏分成一块 新疆分成一块 你这不是搞 搞的这个封建专制嘛 所以说对自己的认识不清楚 照着镜子 以史为鉴 你看看乌克兰 你看看那个普丁 我们到了这个时候了 是二十六岁 我就上述毛泽西 要提出解放台湾的 就是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十四大 十五大 我都提出来 一国两制 不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给中央上述 那个笔杆子 中央文文杆 笔杆子 王滬宁 就给将至名 出了一个 只有邓小平理论 没有别的理论 我说 一国两制 你都没搞清楚哪一国 中华人民国就是中华民国 你没搞清楚这点 你就非要说 代表中国精英国 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国 你宪法上还在保留着中华民国的地位 连个国宪章上还保留着中华民国的地位 你把另外一个 你把全部否定了 否定一切的结果 中华民国人否定一切的结果 你是否定了自己 否定了合体统一国两制 这个政策本身设计上有错误 基础上 社会基础国家认同上有错误 这叫认知战争 为什么叫认知战争 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你的脑子里的战争 你自己不认识自己是什么 所以说学习学习 你自己是从失败和经验教训当中 得到一国两制失败的经验教训当中去学习 习而不查 习非成事 习以为常 这就是问题 就是洞必有机 这个原因还真不完全怪美国 美国他很认识的很清楚 他认为台湾关系法 他就是人民与之间的话 台湾不是个政府 他认识的很清楚 告诉你 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 他后面话里有话 没告诉你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为什么在帛琉 帛琉组织的 那个 那个海洋 那个新海洋 那个欧审 欧审那个大会上 海洋大会上 他不允许台湾挂这个中华民国的棋盘 不允许台湾的领导人为总统 为什么 美国人很清楚 这个法律关系 台湾不是一个国内省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代表 台湾是个中华民国的台湾省 那不允许你称总统 美国人很清楚 他为什么让你这个中华民国的商人 无奸不商 就是要告诉你的 我就是要赚你这个便宜 我告诉你 我就是要卖武器给你 而且卖的你 你 再贵 你也得买 你就买武器 你就收保护费 我到战场的时候 我绝不会出一兵一卒的 我干什么 我美国人去维尼的 军道独立去打仗 维尼乌克兰去 北约东方去打仗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说 台湾人民在白日做梦 蔡英文在的痴心妄想 所以说 这权力就是这样的 你在走向自己生命的最后的终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清楚 亲爱的拜登总统 我们也在走向 我们两个也在走向自己生命的最后终点 我们能不能联手干一件大事 就是把中国的问题和平解决了 我们把这个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把它给塑造成了 把这个水啊 把那个围水堵结 把这个水疏通了 大雨治水 我们把这个中国人民头上 这个两个三座大山 跟着移走了 一公一山大海 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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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山天海 对吧 海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就给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积德了 就给签上了一个积兔了 这世界就和平了 发展就顺上 就走向合作了 双赢 这是中国和美国的双赢 只有美国和中国 中国人他不愿意做头 因为做头太辛苦了 像美国这样做 把自己的劳民生 把自己家里都没搞好 我从天就管这个世界的心 管那个越南啊 管那个韩国啊 管那个打了一仗 打了两仗 阿富汗那个穷地方 还要去打一仗 中东也要打一仗 然后那个 所有的基地 那个 鸟巴拉斯 那个 鸟巴拉斯 那个地方 都要去 显示一下美国这个 这个霸权 这个警察 最后 招来是自己 自己的家里的建设 一穷二白啊 我去现在美国的家里 你看我一眼 从这里我一眼可以看到白宫的白宫 看到那个 我看到那个 我看到那个 纪念塔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广阔地点 我只有这个二十十十九层高啊 我就可以看这么远 中国你想看一个 你到一个二三三三四县城市 他都看不了那么远 你看 你在这 这美国给我一个地方 就是登高望远 啊 这个可以说 胸怀天下 我感谢拜登说的话 只有在自由的地方 自由呼吸地方 才能够有 有所创新 我们今天就是立心求生 立 就是不破 不立 破就是破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破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破 四个坚持 破 习近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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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这个反东融的促龙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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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以台独啊 那个 共生存 以以狼共舞 以蛇 以蛇共舞啊 啊 放弃主权啊 啊 这么一个 一厢群县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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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夫意识 农民意识 所以啊 啊 中国也面临着一场革命 那么 这场革命最后要激起 俄罗 俄罗斯 原来叫俄罗斯呢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现在俄罗斯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啊 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给中国啊 送来了这个这个这个 认知战争的啊 这个 这个 变证唯物主义 不能够否定中华民国的地方 就不该否定 啊 否定 完全否定中华民国的结果 是否定了我们自己 你不能够把台湾啊 这个 台湾地区 变成台湾人管理台湾 你中国人的 你不去参加台湾人的管理 不去建设台湾 你就没有在台湾的发言权 永远没有 你还什么免税啊 什么优惠啊 你这都是未不熟的高 怎么这样子的一个农民思想呢 我给你好处你就要给我 那就奴才思想 过去进贡的思想 你给台湾去进贡 去给台湾那个烧香 民进党台湾上的 他才不买你的账呢 你给他优惠也好干什么 一个菠萝在中国大陆卖两块钱 他在进贡的菠萝要卖五块钱十块钱 你这不是坑老百姓的吗 道德经常说 损有余而补不足 就是那些有钱的人 你让他多出点钱出来 补助那些没有钱的人 你现在是好 把没有钱的 把穷人的钱拿出来去供给那些富商人 把那些台湾的奸商 包括像在惠州那个 那个唐靖塔元 那个刘孝坚 柯廷龙 这些都是吃中国人民的人血馒头的一些奸商啊 中国奸商也被 中国的司法部门被他收买了 官商勾结制造的大量的冤假出案 多少人在那里死不瞑目 我到最后还恨恨而死 我在这里我算了 我就留着这个账 我将来我一起回北京 我把这个账拿到国台办 拿到惠州广东省委去看这个账 到底 我留着这个账 你们这个冤假出案 判得合不合理 这一夜张目 有了会台政策 台湾就在大陆犯罪了 坑门口那天也不犯罪了 因为照顾台商的利益嘛 反攻大陆 绝非美言耸听啊 丧权辱国啊 这是共产党自己干的事 好了 我今天就讲这事 拜登总统 我说的话 我将来说的话 我们两个携手干一件大事 就是帮助习近平解放台湾 就是帮助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过海驻军 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台湾 应该是这么讲 就像和平解放北平一样 我们两个把这个事情干成了 给美国人民立了一大功 给中国人民 给中国台湾人民立了一大功 免得了一场战争 如果你不行 那2024年 我只能说 I'm sorry 我还得支持特拉普选土重来 看看共和党 能不能走向共和 引领中国走向共和 我今天呢 我收到了 共和党给我的一张 capital的一个 时刻的一个画像 不说了 反正 我这个人 立场不坚定 谁支持 人民 谁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 谁把这个 能够挽救 挽救中国 往狂难于祭道 扶大厦于祭寝 谁能够 让中国 能够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 和平解放台湾 谁就是 未来的救世主 英雄 我只是一个 我只是一个 平平淡淡淡的老百姓 一个退休的老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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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祝你 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